小假的半工五星的曲子 真的很值得 共心 型號是要杯子收藏 你開心喔 沒有啦 那是爸爸 你們怎麼那麼鬧呀 你們怎麼那麼鬧呀 嗨大家 歡迎來到我們在L.A的 新家 請進 這是我錄的第四次開頭了 今天幫我錄Aparment tour的是小假 希望我把我錄得好看一點 不然今天我整個事情看我就不要發 你加油 好 妹妹 現在大家知道你是有多奇怪了 這個不能剪掉 我要看哪裡 這裡 我臉大嗎 不能把我臉都很大跟妳一樣 不行 我現在站的位置呢 就是大門一進來的地方 右手邊呢 就是我們家超級漂亮的鞋櫃 但我覺得這個鞋櫃 它是重看不重用 這個鞋櫃之所以我會選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它這邊就是這個淺色的木頭 跟我們家的木頭地板 是有搭到的 然後這個白色也是 因為我們家的中島也是白色 然後櫃子也是有白色 反正這個鞋櫃顏色就是非常搭 第二點就是尺寸的部分 因為我們家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這個長度並不是很長 所以那時候在選鞋櫃的時候非常的難找 我翻遍了各大網站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剛好尺寸跟這邊 完全符合的 這就是為什麼最後選擇的這個鞋櫃 這個鞋櫃呢我們甚至有去實體店面看 這個鞋櫃是Waste Out的 它真的有點貴 但是它就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這個鞋櫃很適合就是 如果你沒有太多雙鞋的人 拉開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只能容納下六雙鞋 就是我們平常最常穿到的鞋 我們就是把它放在這裡面 然後有一個缺點是 像小甲它的鞋子的尺寸是大概11還是11.5 如果這樣子放的話 我翻起來 你看它就有點這樣子 這平常在放小甲的鞋子的時候要稍微有一點傾斜 但沒有辦法 但是太難找到一個能夠放在這邊的鞋櫃了 介紹一下這個鞋櫃上面我們放的東西 當然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鏡子 因為出門之前一定要稍微看一下喔 今天自己長怎樣子 這個鏡子是在ZARA HOME的官網買的 然後尺寸我記得是最小號 我就是非常喜歡它這個復古做舊的感覺 因為美國的鏡子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這個鏡子我覺得它價錢算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所以就買下了它 但是在他們家買鏡子有一個很不好的點 就是他們運送鏡子啊 它裡面沒有給你的鏡子做任何的保護 他們就是把鏡子放進去箱子這樣子寄 所以通常很多人收到他們家的鏡子的時候都是碎掉的 但是你就是跟客戶講 然後他們會重新寄一個新的給你 但是新的寄過來呢 一樣還是不會有任何的保護 所以就是要測試你人品的時候 看你要拿到第幾次才會有一個完好的鏡子 對我就是第二次成功拿到一個沒有破的鏡子 然後上面這個這邊有一個擴箱 是住在Vancouver的Shelley 她送我的香粉 新加入助品 然後這個是開包裹的 有兩個在Amazon上面買的 真的超級好用 然後這邊這個是我生日的時候 跟小假去吃飯的照片 然後這邊就是放了一些像 噴霧 這個就是今天出門回來 然後你不想要洗 某件衣服 外套你就噴一噴 消毒一下 Vigo的 然後我們的鑰匙 有護手霜 蠟燭 這個是放在這邊掰好看的 然後這個是 Esof的洗手 乾洗手 這個是在Target買的 這個區域就介紹完了 現在來講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的洗衣機 烘衣機區域 然後它裡面很亂 大家有一點限制準備 我就是眼不見為近的一個概念 登登 這裡面我們就有放幾個掛鉤 這樣子可以把這個袋子直接掛在這裡面 有時候出門很方便 就是要帶這種很隨便又好裝的袋子 這個透明鞋櫃放在我們上個家 真的是完全一點都不奇怪 而且我那個玄關非常長 但是 反正放在這邊就是完全不OK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進來這邊 也不要浪費它 還是可以放一些 我們比較不常穿到的鞋子 大門一進來 右手邊這邊 就是我們的廚房區 我超級無敵愛我們家的廚房 我們上一個家沒有中島 你們看 現在這個家中島有多大 都可以放所有的東西耶 然後這個家有一個非常讚的一點 就是它儲物空間超級無敵爆炸多 是我們家所有東西放進來這一個家 上一個家的東西 全部放進來這個家之後 還有剩下非常多的空間 音箱 呦 大家還是不要看比較冷 好不用不用不用那麼仔細 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但真的非常的亂 我沒有整理 這樣子才就是可以還原平常最真實的樣貌 就給你們看一下這到底有多亂 真的好亂 我跟你們講這個叫亂中有趣 上面那一個其實我不知道是放什麼 就是一些泡麵 這一個都是一些藥類的東西 我不知道消假把泡麵 那個義大利麵放在這邊是什麼意思 然後這邊都是零食類的東西 這邊呢就是一些保健食品 咖啡豆 這邊這一層就是各種的豆類 我可以放在我的那個豆漿機裡面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是我媽寄來的茶 再來這個就是貓咪 專屬貓咪的 這是Amanda吃的食物 這是你吃的 這個下面這個就是給小假放他的所有工具在這裡面 反正這個我真的覺得超級讚 我從來沒有住過一個家有這麼長這麼大的 這個櫃子 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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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咧 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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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看哪裡 OK 甜甜妳就跟我一起介紹到這邊OK 這一邊呢就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小區域 有我最愛的咖啡機 你們大家都不陌生 我最近很喜歡喝這個 藍品的素容咖啡 我覺得它比他們家的咖啡豆還要好喝很多 喔這個 點點來你下來 這個啊 裝咖啡豆的 是在Target買的 應該會有人想要問 我最喜歡 現在最喜歡的咖啡豆是 Maru Coffee他們家的Espresso 我有送給我老師 我老師是一個很喜歡喝咖啡的人 他也覺得很好喝 他算感覺比他自己原本的咖啡豆還要好喝 咖啡機 豆漿機 這是我們家新的小家店 Smake他們家的 熱水壺跟吐司機 用它烤出來的吐司是真的蠻好吃的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雙人牌的道具組合 這個櫃子 非常有必要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的杯子收藏 全部在這一個裡面 耶 登登 這一層是我最喜歡的杯子們 那上面是最不常用到的 還有一些就是 嗯 Shot glasses 然後 這邊這種就是還好的 反正這邊就是我最愛的 然後這邊呢 是我們的碗盤 然後也有放一些 就這邊也在上面 你們可以看到真的就是 儲物空間很大 還有很多地方沒有放東西 我們家有微波爐烤箱 然後也有洗碗機 洗碗機在旁邊這邊 所以朝著這裡 左邊 左下方 這個應該是我在Cranberry上面買的 Utencil Set 對沒有這個 它就是五個一組 這幾個 然後這是塑膠的我覺得很讚 然後這是木頭 這邊這個我也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很大 可以放超級多的 需要晾乾的碗盤杯子 這個是 Simple Human的 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洗手台的缺點 就是你在洗手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做得太淺了 就是很容易 你看它會到處亂噴水 所以每次要洗碗的時候 都會噴得到處都是 這個我真的覺得 他們到底是誰設計這個東西的 為什麼設計的這麼爛 然後這個是 Simple Human的 自動的給照機 下面 這個沒有很亂 就是一些 必備 我們家必備的 清潔用品 這個是在Cranberry上面買的 它超級重 它上面是大理石 這是放水果的 然後下面這個是石木 它都很喜歡坐在我的電腦上 不懂為什麼 這個垃圾桶 是我們從舊家帶過來的 搬家公司把它帶來的 Simple Human的 這邊是貓咪的吃飯區 他們早上吃的飯 他現在還剩了幾顆在碗裡面 這家還有一個非常好的一點 是有非常多的插頭 然後他們都把它們安裝在 非常正確的地方 在他們應該在的位置 因為我們上一個家 插頭全部都長在地上 所以要連一大堆延長線 不喜歡 這個家真的有人性化 自從住過沒有中島的公寓之後 就真的了解到 有中島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沒有中島 我覺得早上起來的時候 可以坐在這邊 喝咖啡 然後發一下呆 看電腦什麼的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這四個椅子是West Elm的 它上面這個是石木 我那時候 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我有先量好高度 就想說這個應該是 剛剛好會符合我們這個中島的高度 結果沒錯 的確還好買了它 原本我是在看Zara Home的另外一款 但那一款的話就太高了 轉進來就是大門 進來 左手邊這邊就是 小假的辦公區域 大家準備好好看了嗎 原本是我們兩個人一起的 但是誰知道我來了這邊之後 我用的電腦都不在這裡用 這書桌完全是廢的 我的書桌 我就喜歡在那邊 還有沙發上 大家看到這什麼嗎 小油空氣 小油空氣是幹什麼的 開燈 哇 我們還可以換燈光 現在是暖光對不對 變白光 然後可以調亮度 你看這樣變暗 變亮 讚吧 而且這個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不見不貴 你出去一點我想給大家看 現在就是 真實還原 我們家的地上 到底放了些什麼東西 這個是公關品 有加丹尼爾 然後還有犀牛盾 好在乎的保健食品 都是我一直在使用的產品 然後這邊是等一下 或是明天我要拿去寄的 山貓預購的大學T跟帽T面褲 還有之前有開買過的這支貿易 都在這裡面 這邊是 我們是八月快底的時候 搬進來這個家的 現在是十二月 今天是十二月 好像十四還是十五號 這裡面是空瓶啊各位 各種空瓶 好奇有什麼嗎 我要搬離開芝加哥的前一天 我有錄空瓶記 但是我還沒有撿 因為那一天實在就是整個心情很不穩定 就一直覺得很多事情還沒有做 但是還要錄空瓶記 所以那支影片我就覺得很有可能最後不會上 我還不確定 再看看 現在來介紹我們掛在牆壁上的東西 嗯 西北的碩士畢業證書 我不知道我大學的畢業證書在哪裡 可能在我台灣的家 十萬訂閱的獎牌 我來錄一下 十萬訂閱獎牌 嗨各位 一百萬瑕石啊 應該不會有這一天 我進棺材之前應該都不可能達到 哈哈 再來是我超級無敵爆炸喜歡的一面牆 我真的超愛這一面牆 我那時候思考了很久要怎麼佈置這一面牆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我上一個家 旋觀不是很長嗎 那個牆壁超大 所以我們貼了很多黑白的照片 但是那些黑白的照片放在這個牆上 看起來超怪 就跟這整個家完全百分之五百不搭 連消假都覺得很不搭 所以就是一定要用彩色 彩色彩色的 這個照片呢我是在Target印的 這個木頭的相框呢 是在H&M買的 都是在網路上訂的 這個櫥櫃 之所以會在我們家裡面 因為原本沒有看好它的那個尺寸 因為它可以放在我們玄關 然後結果它一運來 我們想說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那麼大 本來想要退 但是你知道請他們來收 他們不會來收耶 他們真的沒有來收 所以這個就 後來就是一直放在我們家 後來就決定算了 就是把它直接搬進來這邊 然後因為也需要放一些 我剩下的鞋子 所以就決定把這個鞋櫃 放在這邊 這個櫃子我覺得 唯一美中不足的點 是它的腳 它的腳是金色的 但除此之外 整個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現在這個 挖了 在Target買的挖挖 A L in the house J X in the house 這麼這麼開門 你看這個鞋櫃我還是一直有在用的 大家 這邊放了一些帽子 這邊也放了一些帽子 這邊是毛帽類的 然後這兩個是婚鞋 這邊放的是一些雜物 像是我的相機 跟相機有關的盒子 很多人在問我這雙靴子 這個是Ganny的 超級好看 超級鮮 腿長跟細 對這雙我超級腿 這次有一次跟Steve 跟Ingrid 還有小賈去吃飯 吃完之後 在小東京那邊一定點我買的 這個是安安送的 這個也是那時候 跟這個同事一起買的 然後這是丁滿 跟Terry 這是Perry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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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Terry 不接受反駁 玩皮包 這個是Loeve的蠟燭 之前在Vlog裡面有開箱過 這個很像 小賈很愛這一個 可是他缺點是他 就是要燒很久 他才會燒平 他還是沒有燒得很平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John送我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新椅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搬家的那個時候 他們把我的椅子給搬壞了 然後那個原本在上一個家的椅子 我的椅子是絨布的 那種 絨布 不是這種 這種是棉布 所以那個完全沒有辦法壞掉 又長掉又臭掉 對就買了一個新的 這個很像也是West Elm的吧 不太記得了 算一下 對 厲害了 對 但是我買了它 浪費錢 因為我都沒有在這裡做事情 那這個就是 之前的那一個桌子 IKEA的桌子 然後這個燈也是 我都沒有在這裡化妝的 我都在廁所化妝 這邊是我的浦門 我們家的掃地機器人呢 就把它安裝在我的桌子旁邊 它的工作就是負責拖地 主要負責拖地 小假的工作的地方 稍微你給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設置 電腦 然後有保護鍵盤 鼠標 因為大家有了沒了要 鼠標是那個 這個叫鼠標 我只是講我這個鼠標 你看我的鼠標 現在來介紹一下 在這個家我最喜歡待的地方 就是這個區域 我們非常舒服的沙發 欸真的 我可以直接睡著 我可以這樣睡 而且還蠻在今天超級晚睡的 我早上六點才睡 嗯 Apartment tour就到這邊結束 這個沙發是在Living Spaces買的 我們這一款沙發的型號是叫 Utopia 96 inches的好像 它就是本身就有附上兩個枕頭 它可以讓你整個人坐得很裡面 全坐在裡面 在這個沙發上面是真的可以睡著的那一種 因為太舒服了 喔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後面的這個 1P好了 這個木條呢是在AXY上面買的 在我們的舊家呢 本來就有買一條了 但是來到這個新家呢 訂上了一條之後 小假訂了 訂上一條之後覺得怪怪的有點空 所以我又在上網訂了另外一條 兩條這樣擺起來真的就是 perfect 上面這一排我就擺了流行音樂 下面這一排我就擺了古典音樂 有時候會換一下不同的1P把它們擺上來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收集1P的 我們家的茶几 還有我們玄關的鞋櫃跟這個 霸台椅子呢 都是West Elm他們家的 我覺得我最最最最喜歡的應該就是這一個 茶几 因為它是整個石木的 它的木頭顏色非常的好看 它整個就是走一個非常簡單大方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整個桌面也算夠大 這個茶几跟鞋櫃呢 是我跟小假去West Elm的店面 我們實際有看到跟摸到我們才決定要買的 從下訂這兩樣家具到真正收到 我們大概等了兩個多月還是三個月 但收到之後我真的覺得完全不後悔 有訂這兩樣家具 尤其是這個茶几 就覺得真的很值得 我會把能夠找到連結的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提供給你們 這個Coffee Table我覺得太值得入手了 但是像CB2跟West Elm他們家的家具呢 這個都是要等非常久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既然我都已經在地毯上了 我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家的地毯是IKEA的 如果看我的VLOG的人 就知道我跟小假一起去選了這個地毯 好像兩百多塊 對吧 快要三百 我覺得地毯不用買太貴的 有寵物的話 對 因為他們會尿尿 他們最喜歡在上面尿尿 這個毯子 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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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見 就是我們家完全沒有的地方可以掛電池 或是放那個TV stand 所以我們就只能買了這個 可以移動的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個TV stand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平常如果有客人要來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電池 拖到店裡面放著 對 這樣就不會 站這邊客廳的位置 每個人家裡都會需要一面全身鏡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一面牆有很醜的那個 東西在後面 所以一定要蓋起來 放 如果是放整個長方形的鏡子的話 有點不好看 不太符合這一面牆 所以剛好一個拱形的 最符合這一個小 小牆的小牆壁 所以那時候也找了非常久 最後決定買Urban Outfitters的 但大家真的不要買 因為你們都知道它是一個扭曲的鏡子 你站鏡的時候 來你跟我一起站鏡 算了我自己站鏡給大家看 現在我是站鏡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人是不會變形的 可是你的背景會變形 所以在這邊拍照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在修圖什麼的 但是真的沒有 這個鏡子就是這樣子 退後給你們看 你們看到了嗎 這鏡子的上面 就開始歪了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那個窗戶的線 有看到嗎 它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有腰線的樣子 但這邊看起來是正常的 主要就是站遠的時候 上面的梁很誇張 所以這個鏡子真的不推薦大家購買 其實我在購買這一面鏡子的時候 已經有讀它網站上面的review 我有看到人家說會distorted 但是我想說我自己可能會運氣比較好 但沒想到還真的distorted 後來跟他們客服講了他們送來另外一面 還是一樣是變形鏡呢 而且鏡子真的在美國也是很難找 都很貴 加上我又想要這樣子共形 又想要木頭的邊框 難上加難 反正我最後就是學習如何和平的 與這個變形的鏡子共處 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問題了 這一個小書架呢 是在我們上一個家就有的 只是把黑膠播放器換了 鐵三角 早知道我真的就是第一台就要買鐵三角 真的是我覺得差滿多的 鐵三角的黑膠播放器 真的我覺得很讚 但型號我忘記了 反正我一樣會把這一台放在資訊欄 它是 上面這個是透明的蓋子 這裡面這個是木頭的 超級漂亮 然後這個是Marshall的Speaker 我是因為買了這一台播放器之後 我才買了這一台音響 一張張打開 我在美國住了這麼多年 最一開始買的落地燈呢 就是那種超便宜 15塊20塊的 然後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灰塵都會一直跑進去那裡面 到現在我人生真的是第一次 買了一個這麼美的燈 這個是CVQ的 也是等了超久 它是等了最久的一樣家具 但它這個真的好漂亮 然後跟我們整個家很搭 只是它這個很重非常重 我沒有辦法自己把它抬起來 它整個是實的 然後我把這個燈打開給你們看 晚上開這個燈 然後坐在這邊看電視 吃晚餐 非常享受 我是一個很宅的人 所以我就是很追求 要把自己的家佈置得非常舒服 這個貓樹非常多人在問 每次我拍到都會有人問 但是我非常不建議大家買 是因為它組裝非常的難組裝 它那個就是插進去那個洞的地方 它都沒有挖好 對 所以我 好可愛喔 娃娃 哈囉 所以對 我很不推薦這個貓樹 但它們三個都很喜歡 它們三個都會上這個貓樹 但是我家的貓非常能夠接受 我買的任何東西 它們都會使用 你們可以自己做決定 要不要買這個貓樹 它的品牌是MAU 我記得 我也是在Google上面自己發現的 我就打Captree 那時候也是因為它的顏值的關係 我才腦骨變弱 但是真的就買了之後 就覺得應該買一個更高一點的 然後更好安裝的 Tip de Puffet 因為現在是12月 所以在這邊擺了一個聖誕樹 聖誕樹是在Michael's買的 然後 沒有這顆聖誕樹的話 我平常呢 都只有在這邊擺了一個這個 我拿去看看 這個植物 是假的 是在Target買的 很多人以為是真的 因為它真的做得很真 只是因為我家空間不夠大 所以擺了這個聖誕樹之後 就只能把那一棵 那一棵植物藏在後面 然後 你們現在 大家看到這個鋼琴 這樣子擺這個方向 平常不是這樣子擺的 平常是換另外一個方向 轉180度 就是因為 擺了這個聖誕樹 所以我 鋼琴得換位置 因為如果 我照原本的位置擺的話 我坐的地方呢 會離貓砂盆太近 這個琴儀是三位的琴儀 再來鋼琴是一台非常厚的鋼琴 我覺得不是聲音 很破 是因為 它太老了 所以有非常多的問題 常常我彈 彈到一半 它那個 琴鍵 不會起來 就讓我非常的崩潰 就它的聲音會一直滯留在那邊 因為實在是發生過太多次問題 我後來都不想要 叫我 請別人來修了 我就想說算了 我就這樣子繼續練 因為很多人最近都在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還會有即興捷歌 什麼時候還會有新的cover 就是因為這一台鋼琴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錄任何新的cover跟即興結割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我應該一月份的時候 就會拿到我買的二手新鋼琴 對我來說是新鋼琴 但它是一台二手的鋼琴 我跟我朋友買的 所以要到明年我才有辦法 錄新的曲子給你們聽 大家我現在犧牲自己在貓砂盆旁邊講話 這個是Leader Robot第四代 之前在芝加哥的時候 那時候是用他們的第三代 第三代用了一陣子之後就開始故障 但這一個的話 目前用了幾個月 還沒有任何故障的情形產生 所以敲木頭敲三下 對然後這邊後面有這個椅子 是原本這一台鋼琴附的椅子 Leader Robot第四代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運轉的聲音很小聲 然後缺點目前的話 我有發現一個就是 它這個空間的比原本的第三代小了一點 所以貓咪像我爸 有時候不知道它發什麼神經 它就是進去 然後它的屁股就在外面 但是它不知道它還沒有進去到 所以它就開始上廁所 上廁所它就那些鳥就全部鳥在這邊 已經有發生過兩次這樣的情形 我們家Dyson把它安裝在這裡了 有什麼好介紹的 非常好用 大家都應該需要有一台Dyson 在介紹房間之前 先介紹廁所 差點忘記了 鏡子的左邊這邊是廁所 剛剛已經先開燈了 廁所我覺得這個空間算是 大小是蠻OK的 就是剛剛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洗手台上面 有放的東西好了 這一邊 這個就是從我那時候 在芝加哥的時候 就在用的這個 收納化妝品的 一起帶回來了 在市場上面買的 這邊就是放我所有的保養品 然後這邊是化妝品們 小空間大利用的部分就是 把牙刷 就是放在這邊 用了一個這個 然後這邊有這個樹頭杯 牙膏其實也都可以放在上面 不過就放在這邊 台面很大 這邊也有一個speaker 用的很移送身體 身體油 應該很多人好奇這個飾品 可是在哪買的 這是在淘寶買的 這是在淘寶買的 然後這是可以拿起來的 把水風雞釘在牆上也是一樣 就是不想要台面上有太多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從芝加哥 跟著我們一路來的IKEA小車車 超級適用的各位 所以上面這層都是 我很常用到的東西 在T&G的數字是真的很好說 趁緊來數一下 然後香水 我們兩個香水都放在這上面 喔 點點燈球 點燈球 可愛吧那家 在Target買的 是那老公公 這個Longry Basket是在IKEA買的 對 但是我們家貓咪還蠻喜歡抓它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美國的水是硬水嘛 所以小小在上面裝了一個filter 以前我從來沒有裝過 就是在美國洗了這麼多年的頭 從來都沒有裝過 但是真的就是掉太多頭髮了 所以對 就買了一個 它也不貴 它就真的蠻便宜的 我也不知道不懂為什麼我以前不買 但是真的要說有改善什麼掉頭髮嗎 我是覺得很像也還好 我真的覺得有改善掉頭髮的不是業配 就是這個洗髮精有 很像有幫助喔 它很像對我們的髮根有幫助 是這個韓國牌子了 這邊我們就有安裝這個 這個是Simple Human的東西 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很讚 什麼東西都放在上面了 最後當然就是我們的房間 請進各位 這電視 電視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反正它就是安裝在廠港 燒假裝的 這個燈是IKEA的 就不知道買哪一個燈放在房間 就隨便買了這個 床架呢是CB2的 我們在芝加哥的時候 就用這個床架了 棉被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冬天 所以我們蓋了兩層 下面這一個 是Target的被子 就真的很大 但是上面這一個 是柏尼床具的 是台灣一個品牌的 當初會選這個床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有附上兩個 NICE DAND 所以我就覺得很方便 不用自己再去額外購買 NICE DAND 這一個燈呢 是WEST ELM的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吧 根據它的木頭顏色 我剛剛前面已經介紹了那麼多 然後 很可愛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尺寸其實有這麼大 我在網站上面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它很小 真正就是收到的時候 然後才知道它原來是這個尺寸 如果我原本就知道它是這個尺寸的話 我估計不會買 因為你看看 它其實已經有點超出來了 對 然後我們家其實 放了很多這種 東西 就是收集那個 延長線的 這樣就不會那麼亂 小廠那邊其實也差不多 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們整個房間其實算是蠻小的 所以衣櫃也就是這樣子小小的 在芝加哥那一個 就上一個家的時候 我們房間也有一個衣� 然後那個衣�很小 可是在玄關那邊 有一個很大的衣� 所以可以放各種大衣 就是比較厚的衣服在裡面 但是在這個家 就只有這裡 就真的只有這裡 所以我們非常多的衣服 比較覺得會比較少穿的 都放回我公婆家 什麼聲音 是XX 應該是XX的聲音 對 它在裡面 它都喜歡在裡面 你把它鎖上了 我剛剛才把它拍 你把你拍 你把你拍 喔 它在這裡 它在這裡 它喜歡在這上面的聖誕樹 或是是在這上面 你看到它了嗎 在吧 它的屁屁 大家吃飯飯了嗎 這個稍微橘色的東西呢 就是它 肉脫脫的 把它爆出來 它想說 什麼日子 它平常就喜歡待在這個上面 或是這裡面這個聖誕樹 我們常常早上睡醒的時候 它都在這個聖誕樹裡面 因為現在冬天冷了 這個衣櫃真的就是 已經就是空間最大化 已經盡我們所能的 把這個空間使用的 最好了 天啊 忘記怎麼講那個成語 上面放了四個箱子 都是我們平常比較鬼用到的東西 裡面有寫個箱子 什麼圍巾啊 一些衣服 然後這邊這個是 小甲組的 IPR的 五斗櫃 但是五斗櫃 你們看一下下面這個 關不起來就是它 某一天莫名其妙的壞了 它這個木板 下面的木板陷下去 所以它這個關不起來了 每一層呢 這個是我的 這是小甲的 每一層就是 都已經 疊到最上面 這個是他們自己內建的 這個我放了包包 然後這邊 這一層呢 都是蠟燭 但是我們疊了一些衣服在這邊 因為真的放不下 這邊也是包包 我所有的包包 都放在這兩層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家 也沒有其他地方 可以容納下午的包包 最後這邊 稍微給你們 看一下 這邊就是一些 冬天的衣服 其實基本上都是我的 下面呢 就是冬天的衣服 就是外套 全部都在下面 所以大家謝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公宅租 嗯 哈哈 你要殺 我沒有殺 我就看你啊 我跟妳講啊寶貝 所以2022年的LA apartment tour 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你們大家都喜歡這一支影片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歡這個公寓 我跟小小都是 貓咪們也是 他們三隻貓 這個真的是他們目前住到 他們最喜歡的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能夠找到的連結 資訊我都會放在 底下資訊欄 大家記得要點下面資訊欄 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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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項目